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要为各位来介绍 如何挑选大理石与花钢石 那大理石因为它本身质地比较柔软 那也有带一些比较大的毛细口 所以一般大理石比较不适合用在浴室的地方 那它适合用的地方是比方说我们的客厅 餐厅的地板与墙面 在大理石的保养方面 其实我们建议在日常生活中 您只要用很简单的吸尘器 将表面吸附的灰尘吸干即可 那如果稍微严重的灰尘 其实我们可以用干布或鸡毛毯子做简单的擦拭 那比方说您使用一段时间 您发现这些灰尘还是没办法借由这些方法处理的话 可以将我们的布沾一点水把它拧干 那再下去做擦拭 其实这样就可以很完美 如果您有需要用一些中性的清洁剂 其实我们也建议您可以用简单的洗碗的沙拉托 做一些简单的擦拭 那它不伤您的御手也不伤我们的食材 那如果再更严重的话 其实我们会建议还是交由专业的人员为你们处理 那会让石头还原成您最原本漂亮的样子 花钢石拥有坚固的硬度 然后低吸水性及耐磨系数高 那也比较抗止外线 所以花钢石通常可以用于户外的地板 那甚至我们大楼的外墙洗手台 这些地方都是非常适合花钢石 甚至我们的流理台面 这些重油重污的地方 花钢石都是非常的适用 花钢石在使用的部分 其实因为它跟水泥会有一些化学变化 那会产生一些轻微的病变 所以我们会建议在施作前 我们可以挑选材质比较好 比较适合石材的水泥沙浆 去做一些施作 那这些状况就可以做一些改善 其实花钢石的保养是非常简单的 平常我们在使用过后 您只要做简单的擦拭 您如果用了十年二十年 其实您也可以找专业的美容师傅 他来帮您处理 那处理完之后就会光亮如星 花钢石的部分 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选择跟挑选 我们可以选择适合我们的颜色 比方说红色、黑色、棕色、粉色 这些颜色来去做一些搭配 那也可以依设计师的建议 来判断石头的特性 请专业的食材师傅帮您做选择一些 品质比较好的花钢石做使用